我在假日 我们这边准备了89箱 所有需要的物资 刚刚专人也跑到卫福部 去那边快速的把公文拿到 这样子我们可以让这些防疫物资 马上上飞机 立刻在最短时间送到灾区 这一次是动员了台北台中 大林和花莲慈祭医院 共同合作来募集这些医药用品 总共有五项的防疫用品 已经进行打包贴上慈祭的贴纸 合力搬运上车之后 很快要以空运的方式 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在防疫的最前线发挥功能